大家好,我是小云 天天转在家闲着没事 给大家分享一款杂粮蒸蛋糕 营养丰富,好吃不上火,渲染香甜 首先准备3个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蛋黄中加入15克白砂糖 20克纯牛奶 15克玉米油 搅拌至乳化 再筛入20克黄豆粉和30克玉米粉 搅拌均匀 像这种顺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蛋清中加入40克白砂糖 再挤入几滴萌萌汁,开始搅打 先用低速打至发白 再转高速快速打发 直到打发至提起打蛋头呈现鸡尾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倒入蛋黄糊中 由下至上慢慢的翻拌均匀 再倒入全部的蛋白霜 再次翻拌均匀即可 然后再倒入6寸的模具中 再给它震平 再盖上耐高温导线模 扎几个排气孔 开水上锅蒸 中小火蒸40分钟 不用焖 直接出锅 再震一下 大锅晾凉 再脱模 这样我们的杂粮蒸蛋糕就做好了 圈软香甜 孩子特别爱吃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